你知道哪個作曲家叫小屎塔哥為契嗎 什麼契弟 那你喜不喜歡去燒波 那你用個Dillpoint來呢 那你有沒有聽過那個小提琴家 叫屎比華波褲 你做的嗎?你叫小孩踢球嗎 你有沒有聽過Air on G-string 這樣會尿到范冰冰 那你知不知道什麼是D代表 D代表不如柯毒尿 那你知不知道哪首是幻想交響曲 Symphony Fantastique 那你知不知道什麼是粉嶺喝Hi-T 你不知道嗎? 所以你就要聽路漢推估 逢星期一八指十 城寨見 路漢推估 究竟什麼是潛意識 人有沒有靈魂的? 社會上這麼多奇形怪狀的狀況 催眠多重人格 毀上身換膠夢境 是否有得解釋的呢? 人有沒有已經是科學和靈性結合的時代 心理學家又怎麼看呢? 我是安靜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點到兩點 我會在城寨練心術裡面 告訴你們 大家今晚花生指數爆燈 除了有紅色141的荒誕 不是醜聞的 一個荒誕劇之外 我們也介紹了大家一個 叫做Crossover 就是政治與AV的Crossover 相信大家都增進了大家不少知識 特別是我發覺聽眾 他們對日本創意的類型掌握 其實相當準確 包括有人提出 林林是海女系列 即是盤世外的照片 也有人說是野外系列 就是這樣 我覺得是 證明這個形象這些東西 我覺得是會 不是你想創造就創造 是會經過二次創作 是會重新再演繹的 沒錯 就不是說我想的姿勢是甚麼 是會是甚麼 沒錯 最後一節 我們就回到一個更嚴肅的話題 就是這個 ICC 真的是二次創作 重新演繹 四七倒數機事件 是的 這件事 之所以成為一個更荒誕的鬧劇 是甚麼呢 就是 大家知道背景 有個藝術家 叫做Samson Wong 和林志輝 是嗎 Jackson Jason Jason 兩個阿神 就是參加一個公共藝術展覽的展品 在ICC的外場 創作了一個原本 叫做《因為60秒我們成為朋友》 是 的一個這樣的作品 就是王家衛的 在《阿斐政主》裏面 張國榮對蘇麗珍 即是張萬鈺所說的一段對白 就是來創作了這件事 但是在張德光訪講期間 他就在記者訪問的時候 重新再討論他自己的作品 沒錯 他說這個其實是關於2047的倒數 是一個倒數機 最先藝展局出了一個聲明 聲明裏面就是 這個作品我們收到的名稱 叫做《因為60秒我們成為朋友》 這件事是沒有改變的 相安無事 你是藝術家喜歡演演藝就點演藝 總之就是我們收到這個 拆展人收到這個展品 就是由這一刻開始 《我們成為60秒的朋友》 是 但是很奇怪的 就是到了這個 應該是星期日 沒錯 就是藝展局又在留夜11時發了一個聲明 就是說這個作品 那個創作人就改變了名字 之後就要移除這個作品 原因就是令到這個作品 這個拆展人和這個創作人之間 互信沒有了 互信沒有了 以及違反了協議 違反了協議 以及令到將來的公共藝術展示 都會受到影響 那就罪大惡極了 我想只是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這個作品的內容沒有改變過 他只是改了名字 他只是自己和記者訪問的時候 你要記住 他和記者訪問的時候 他說 他的作品已經不是在ICC 那段倒數的影片 他是拍下ICC 在一個環境下的倒數 然後給了一個新的名字 然後給了一個新的名字 最後一分鐘的倒數 最後一分鐘 然後就說這個叫做2016倒數機 對 就在他自己的Facebook那裏 在自己的Facebook那裏 對 就說了 有一段影片 這件事就叫做2016倒數機 首先 Samson和林志輝 截了這段影片 然後明明是一個2016倒數機 實際上跟他們提交的東西 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他提交的東西已經發生了 正如張國榮所說的 這一秒鐘就追不回 是已經過去了 為什麼 他要移除他 是因為他說他什麼呢 因為他違反了和拆展人之間的 他的合作和互信等等 我真的看不明白 其實 還有我自己對於藝法局 星期日晚的聲明 我也覺得有一個問題 就是 你說得別人去違反協議 究竟別人違反協議的部分 是哪一部分 怎麼違反法呢 你又沒有說 我覺得你應該要說清楚 如果有理據的話 很多人出來幫藝法局說話 一開始拆展人就說明 這個不是一個政治性的展示 所以 有人也指責 包括黃秋生 就是說這個創作人 就是中間搬了龍門 那麼他比較嚴重 他說他們的操守有問題 抽水 搏出位 一般人可以這樣看 就是說我做了一個作品 過了骨 你說不是政治性的 OK 我創作了一件事 符合了你的要求 展示了 已經展示中了 那件事其實已經結束了 是不是 而他之後 如何去解釋自己的作品 原來我裡面有這樣的訊息 那這個是不是導致你要把他的作品拆下來 取消他的展出的權利 所以我們就是要看那個合約寫什麼 他現在死都不肯說 那細節就是他違反了 那個協議是什麼 哪一部分 那個協議是不是寫明 他不可以接受訪問 又或者 他不可以再創作 有沒有呢 你不可以加一些 譬如我舉個例子 林林 我們就說林林叫做民建聯女神 他叫做 他出來參選之後 他也是林林 不過他後來改了一個名字 叫做 獨男女神 那是不是因為這樣 他不是林林 不會的 他交出來的那件作品 已經是成為過去的 已經展出了 因為一展出那一刻 已經成為過去的 是歷史的一部分 然後藝術家就說 好了 我現在 我所理解的 其實他有另一個名字 是吧 他就叫做 表演員又可以 叫做 林林表演員又可以 叫做 林林林又可以 為什麼 因為這樣 就違反了大家的協議呢 就危害到業界 在公共藝術展覽的機會 我同情地去了解 他們的理解 就是這兩個藝術家 寫的時候 其實就是用這個 從現在開始 我們就是60秒的朋友 而我想他有解釋一個概念 概念就是來自 《王家衛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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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他們接受了這個作品 展出了 問題就是 無論作者說什麼都好 他用這個寫的這件事 是沒有改變過的 他沒有說我現在撤回那個名字 或者是撤回那個寫的 如果那個工作也沒有改變 如果工作的內容是沒有改變過的 是不是 我覺得完全看不到 究竟 現在不是政治審查的問題 而是純粹是一個藝術家 有沒有權利 去重複自己的作品 是不是 如果我當那個不是王宇軒 是很多人看完之後在說 原來是一個2047的倒數機來的 張德光來到的時候 把那些東西放在那裡 這個藝術家真是聰明 如果那個訪問不是王宇軒 不是林志輝說的 譬如是周博言說的 那又如何呢 那就一定沒事的 應該 因為我是一個外面人 觀眾的一個演繹 的傳遞 我再重複 就是說 我放進去那一刻 是不是藝術品的interpretation 只有一個版本呢 我覺得這個是最關鍵的 因為我在想這件事的時候 我都會用歌曲做一個例子 譬如有一個人 譬如 舉例 Lancy 將來結婚 就找我做一首結婚歌 你做了一首起貼街給他 我就做了一首結婚歌 對面有一句歌詞 譬如說 她很愛太太 接著下一句是 她也愛小貓 那就沒事了 即是說 很有愛心 動抱等等 後來 我就走出來解釋 其實小貓 是Lancy 以前的女兒 即是現在是這樣 Lancy就拍桌 就在新婚裏面 就不唱這首歌 不准唱 是的 就是這樣的情況 那你覺得 行不行 我覺得 如果有人 即是直上的奔客 認識Lancy 就知道 小貓那些女兒 即是外面的人 演繹沒問題 她沒得很爭 她可以說 你這樣看而已 不是的 但現在的作者走出來說 作者說得明白 明明在婚禮唱了一次 以後再唱一次之前 然後我就走出來說 其實小貓就是Lancy 這個很多時候在電影裡出現 你記得嗎 內地很多電影所謂打拆邊球 打拆邊球是什麼呢 就是她在對白裡面 隱隱若若有一些對六四的回憶 揚子彈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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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叫做索隱派 就是用一個放大鏡去看看 究竟哪些是跟六四有關的東西 譬如姜文說 我們不可以跪在這裡賺錢 就算賺錢也要站直一條腰 你可以面對共產黨的時候 一個電影人賺錢 就不需要跪低 這是你的面對 就算作者的討論是這樣也好 有沒有影響到她通過了審查這件事呢 我當她電影局已經審查了 這部電影已經拍完了 但現在是作者 我知道 就是姜文出來說 為什麼到戲裡面 有六隻馬 四個輪子 這樣 其實是有這樣的隱喻 是有這樣的隱喻 或者在訪問裡面這樣說 這個是存在什麼 是一個獨裁的地方 有一群叫做文化官僚 去審查什麼為止可以 什麼為止不行 的情況下 才會 我相信 如果姜文這樣說 大陸就會把這套戲落話 是啊 就是這樣 但是如果這個是香港呢 這個是香港呢 是沒有一群所謂文化官僚 你要記住 藝展局不是代表一群文化官僚 去審查你的內容 就算藝術家對那件展品 是有另一種討論 和這個作品已經展出了 要突然下來的動作之間 相關性在哪裡 很多人都舉例 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外面 這個施殺的作品 《無常的法國人》 其實它原名叫做自由戰士 沒錯 是什麼呢 是《佛六四》 《佛六四》 其實那個作品 到今天還有人 每年《六四》 放下一些花在《無常的法國人》 但是康文柱就改了它的名字 叫做《佛六四》 叫做《佛六四》 那作者也沒有來到 這個揭幕的儀式 但是我相信 沒有改變到那個作品的含意 這就是所謂的藝術的命名 和藝術的演繹之間 就算是由作者重新再演繹 我覺得它通過了公共藝術展覽 進入了公共藝術展覽的 已經在剪出 就算很簡單 它剪出完 Samsen才說 那又如何呢 我這個作品其實是講《2017度數》 第二個問題 為什麼《2017度數》是敏感 我覺得這個更加大的問題 如果它的討論 它不是講《2017度數》 它說是其他 期待2047的來臨 或者 2047 中國稱霸全世界 我們倒數期待中國稱霸全世界 那又會不會出現 《魏展谷》這個決定呢 我覺得很誠疑 我覺得 所以你說很多人 今天幫魏展谷 說藝術家不對 這不是政治審查 我覺得錯 錯在什麼呢 魏展谷是出了兩個聲明 第一個聲明是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 這個才是奇怪 中間發生了什麼事 中間有沒有政治壓力 這個才是問題 第一個聲明就是 我們收到的作品 是叫做《從現在開始 我們是六神埔的朋友》 這件事沒有改變過 這是事實 對嗎 我覺得它第一個聲明也是對的 這個作者 是對的 作者加進去的一個詮釋 作者的意見 就與本局無關 那就完成了 這件事就完成了 很明顯有人不想他完成 沒錯 很明顯有人不想他繼續在這裡展出 對的 因為這件事是完的 對某些人來說這件事還沒完 對的 這件事是睹眼睹鼻 對的 這件事是睹眼睹鼻 你問我 會不會藝術家裡的拆展人 覺得睹眼睹鼻 我覺得絕對不會 因為大家都行家 都知道這些事情的玩法 如果他覺得睹眼睹鼻 他不會讓他過 第二 我覺得就算 心裡覺得被人過了一棟也好 人家聰明地過了你一棟 你只有硬吃 這個就是玩法 沒錯 你很簡單 過了球證的關 入了球就入了球 明明是手球那樣吹 對的 你看看英國對土耳其 明明第一次入球 熱次哈利卡尼入球 是越位的 那又如何 球證沒有判 所以我就說 有人因為這樣 而捉球證出來頂 然後要球證再罰球員 對的 要他再重新比賽 對 看完重新比賽 還要髮球員 抽後算賬 所以就有兩個立場出來 對的 而今我已經沒有解釋過 對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對的 在中間發生什麼事 他違反了什麼 哪一部分呢 為什麼會有前後 這樣的轉態呢 這個我覺得 現在香港 我經常說千萬在現在這個時刻 所有掌握權力的人 不要做一些無無畏畏的政治決定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香港是一個充滿政治對立氣氛的社會 即是一間房間已經漏霉氣了 你放個屁也死了 現在就是這樣 所以我就說 如果你說藝展局的拆展人會不會這麼蠢 我覺得不會 藝展局的委員會不會這麼蠢 我覺得也不會 我覺得最大可能是什麼呢 就是第一 因為他提到第二點 影響到將來公共藝術的展示 即是說這樣的話 場主就不會再用這個大廈借給你們去玩了 是的 是這樣的 在藝展局聲明的第二點裡面 你問我 我覺得是相當無謂的 危及業界未來於公共空間展示藝術品的可能性 這個就像電影《十年》一樣 你不去黨部去拘捕它 你不要發動文匯大公去掌握它 不要在電影金像獎之後去動它 坦白說那部戲 上完落畫完 但是結果現在變成神級電影 區區播 區區播完之後 是世界各地的 學校播 教會播 然後新加坡電影節 台灣 全部都播 是嗎 加拿大澳洲 全部都播 我覺得有些人永遠都教不遮 我覺得有些人 就等於所謂的公關形象 所以會穿白衣服就去拍照 就是永遠做的事情過猶不及 過猶不及 不是我是特別聰明 他是特別笨 我不相信林林和麥美娟的智商低過我 隨時我覺得林林的智商高過我 正所謂有腦 是的 有什麼就有腦 是的 結果他們的分別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要拜託的人 其實不是群眾 而是拜託掌權的人 我們的觀眾 有些稿寫出來明明是垃圾稿 為什麼會登上的呢 因為很明顯很多人不知道 他是寫給某些人看的 這個ICC這件事 為什麼一定要除之而後快 肯定他是要做給某些人看的 是吧 工聯會為什麼要外樹形象呢 其實他也知道 那個危險很高的 我覺得 你看麥美娟也知道老套了這麼多年 是吧 他也知道危險很高的 但是為什麼要走出這個 《雷斯邊》系列出來呢 我覺得是什麼呢 他也要做給某些人看的 就是說 Try my best Try our best Try our best 我再讀一次 是盡力去接近年青人 是吧 是吧 就是我有做事 我有Try our best 我再讀一次 他要告訴別人 我們已經盡力去令到 拉近 撕掉我們的左眉 撕掉我們的大媽眉 撕掉我們的建制派的那種涼味 但是他不明白 建制派這三個字 等於涼 坦白說 你做什麼都涼 尤惠貞叫做女神 他做什麼都是女神 你說這件事是不是歧視呢 我覺得是 有沒有公平呢 沒有 就是這麼簡單 你走紅地毯 張子儀和走紅地毯 和Key Whistler走紅地毯 就是不同的 你說有沒有歧視成份呢 有 為什麼呢 因為人家覺得你 就是一種山寨味 一種涼味 你就是山寨文青 你哪一忽視文青 你看清楚才可以 整個宮聯會的氣質 我覺得是大媽氣質 無論是少女也好 他都有一股大媽氣質 你看看淩淩的照片 你就知道 他的名字就是很少女 我覺得 嚇得我 真的 是嗎 是 好像兩個字一樣 你想想想 就是像年華的名字 但是問題就是 他們脫不了他的大媽氣質 如果脫不了的話 你強求的話 只會被識得其反 所以我就說 打氣機這件事 倒數機這件事也是一樣 十年也是一樣 港獨也是一樣 你懂得玩的 我告訴你 《香港民族論》那本書 大哥 他送給我到現在還沒看完 其實我也看不完 大哥 怎麼可能六千本再翻印六千本 我都說 陶傑一本書一版 都是賣五千多本 他居然現在賣了一萬多本 一本這麼沉悶的書 沒有你梁振英加持 這個倒數機我告訴你 下一步好像十年一樣 我覺得一定會像十年一樣 就是周圍投影片地開發 就是這樣 你永遠教不聰 曾鈺誠說得很對 蠢的人永遠都會做蠢事 等於白宮發言人一樣 為了調查梁振英 將梁振英所有醜聞又由他數一次 好了 現在結果發覺中了 因為習近平辦公室 根據《信報》和《經濟日報》的說法 就是要來重新立案調查UGL事件 是 糟糕了 我猜一下當然不是因為 馮偉剛貼了習近平 但是你想想 人蠢就永遠都是做蠢事 很多人問 為什麼那些大媽穿的衣服這麼醜 他當然不覺得那些衣服很醜 他當然是做出來的時候覺得很漂亮 但是那三個女童系列一樣 他不會感覺到你打什麼冷陣 每一次都會打冷陣 這個貝德淑女系列一樣 他不會感覺到那件事 他覺得 他心裡甚至乎很良好 感覺良好 我舉個例子 從沒試過這麼精神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白宮發言人 有朝一天 當自己是任達華 然後穿了一對PTU的制服 雙手勾著在皮帶上 站在腦尖 你會不會打他一招 有些事情你學不來的 真是 貝德淑就是貝德淑 你說怎麼解釋 沒得解釋的 有些人做事是愚蠢就是愚蠢 有些人做事愚蠢就是愚蠢 為甚麼 是愚蠢就是愚蠢 是愚蠢就是愚蠢 是愚蠢 是愚蠢 很簡單 最終就是 你看看蔡英文的就職電影 那種文明的質素 跟張德光來香港訪問 所表現出來的文明的質素 就是愚蠢與不愚蠢的分別 當你的老闆是台灣人 你就要盡量去貼近台灣人 你就自然沒有一股愚蠢 當你的老闆是習近平 你就要讓他更愚蠢 因為你不可能讓老闆更愚蠢 是 你不能迎負老闆 當然 如果你是迎負的話 江華取代劉德華怎麼辦 是 所以江華永遠都是江華 夏天三十幾套戴頂帽 穿短褲 都是一個涼味 就算他扮得多麼盈棍 江華都是一股涼味 我覺得這些是沒得解釋的 你聽我們的節目 不聽我們的節目 都好 你只有信神 真的沒得解釋 麥美娟 我當你再找人 再撿再撿 請到宋慧喬的形象助理過來 找張叔平拍照 或者拍照 你知道嗎 當日我在做傳媒的時候 我做過一輯照 就是2003年 葉劉 葉劉 我就找張叔平做主導 嘩 這張照片很轟動 誰拍呢 Wing Sha 哦 很少透露內情 是 阿叔去到第一個反應 叫葉劉 閉上眼睛 不要張開眼睛 睡覺 那張照片就是拍他睡覺 這些就是大師 厲害 你明白嗎 是 這些就是大師 你想想 他一看的影子 你撐得這麼平衡 說話青筋暴現 有什麼形象可以搞 唯一的形象就是什麼呢 就是睡覺 你看到他所有公眾形象出來 你找不到那張照片 因為你找到那些全部 他都是爭眉突眼 惡形惡相 惡形惡相 最棒的都是被麒麟踢到那張 所以如果你是形象大師的話 真正的做法是什麼呢 就是做了 如果 你也不知道 是 而不是說 做一個訪問 說一下他和女兒的感情 這些是白宮發言人的方式 是 然後 就是 六八九 就逐點回應 外面的人對我的批評 什麼都是假 我告訴你 去到最後 其實就是在說什麼呢 其實就是一張照片 是 是 是 如果你說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說的工聯會 貝德淑女系列 出事的原因 是 就是完全超過 是 是 你做的根本就不是你自己 你做的其實是一個虛假的形象 我經常說政客的形象本身 戲是假大的情是真的 嗯 鄺俊宇做文青 我覺得反而沒有問題 他真的有寫書 是的 因為他本身 在公眾來說 特別是很多年輕人來說 嗯 他事實上是一個文青的作者 是 但是你說 喂 原來上面錄了條命令 要我們去貼近這個 青年 香港青年 特別是雨傘運動之後的青年 然後在這樣的背景底下 是所有人知道你是為了這件事 嗯 而去做這個形象工程 那你想想 這個 那個後果會是怎樣 所以就有那些 就是那個 樂美娟的三張照片 所以我就很希望 其實 就不要再把這些 這個虛假形象工程 就加進去那裡 我覺得 由得他自然發展 其實他的 potential已經是 As is 已經好 對 我覺得 即是叫做 做回自己 嗯 大家如果懂得 這個名複俠的教訓是甚麼 名複俠的教訓 最終就是做回自己 做回自己 找不到葉劉那張照片 是的 太經典 但我保持了家旗雜誌 太經典 太經典 這個人像裡面 到今天 都是最經典的 是 總之看不到他的樣子 看不到他的眼睛 就最好了 因為他永遠在 鏡頭前面 人家看到他 就是一個強辯的人 是 一個撐到行 龍蝦 手腳都撐開的人 就是這樣 這類的所謂政客 他永遠不明白 如果你說真的要文青的感覺 你不可能告訴別人 我是文青的 這件事本身已經很懶惰了 是 等於刑棍不會認自己是刑棍 是 除了江華之外 劉德華會不會認自己是刑棍 雖然搓得這麼行 是 是 扔煙 你看他的地道綠茶的廣告 跳上去的電單車旁邊 載著一隻Husky 我也不知道搞甚麼 台灣仰Husky 還要坐電單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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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是錯了 但他就是刑棍一個 是 你看他的頭髮 是 是 穿完皮褲 是 完全跟你賣茶 是說以前是自然 GREEN那種感覺 是 現在不是賣型仔 所以他就說 如果你這麼自覺地自己的形象 做到劉德華已經是最厲害的了 但是大部份是做了江華 是 最厲害的那個叫劉德華 我覺得 在自覺的形象下 做到最盡 做到一隻牛 最努力的那個 其實最終都是劉德華 但是劉德華永遠都做不到梁朝偉 這就是個分別 正正就是他每一次做的角色 他都有自己在 而他永遠都是在演戲 後面爆炸 然後前面慢鏡 這樣走出來 再不然就是劉德華 鏡頭的血 一直在鋼龜流出來 然後就不善年 穿在後面 然後用垃圾桶 扔個玻璃 很多人因為那部戲 做古惑仔 這些就是刑棍 但50歲就不行了 麥偉娟應該就是50歲 因為他是跟我差不多 中文大學畢業的 是嗎 師妹 師姐 師妹 中文是甚麼 你想想一下 一個50歲 坦白說 你看蔡英文 我經常都說 現在政客 需要的形象 其實不是要 打扮 不是要打扮 要打扮 要打扮 對 你看奧巴馬 你看奧巴馬 和安東尼歐布丁 在河內 河內 大哥坐了一張膠椅 一瓶越南啤酒 大哥以為兩個大叔在這裏 不知做世界 一個白頭 一個黑奧奧奧 是嗎 這些就是厲害 不能說 真的很厲害 在那裏吃春卷 是 大哥隔離左右 那些測試 我覺得肯定不是老林 你看 這些就是形象工程 你說有沒有形象工程 咬類一定有 絕對有 是怎樣做 是嗎 如果你說ICC想做形象工程 你當然讓Samson繼續播 當然是 你弄他做什麼 我都覺得是 張德光都撇了 沒有人留意 那樣東西 就算有人吵也好 人家會反過來讚你 是嗎 覺得你什麼 那個藝術家這麼狡惑 你反而有一個包容在那裏 那Samson就糟糕了 但是Samson都算了 知道他們這班人 一定會去到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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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說 Samson的作品 沒有這些這麼差的人 是無法完成的 真的 沒錯 他的作品其實只是走了一半 是 他的作品完成 一定要靠ADC 這些人 去停止他的作品 還有本來由一個視角藝術 變成一個行為藝術 然後就變成2047 倒數機 全港遍地開發 就是這樣 楊威海外 對 所以我就說 有些事情 當你眼中沒有人民的時候 你怎樣做形象工程 找馮偉剛一萬元一日 幫你去寫網 知道 越寫越漆 因為 需要在三個字手上 叫做殺有戒時 ADC殺有戒時 去對付Samson ICC殺有戒時 對付林志暉 689殺有戒時 為了選舉 去辯駁所有人對他批評 將所有自己的醜聞再寫一次 然後就說有講毒 很多人都不明白 我經常都說 去年我記得 我在《蘋果日報》 講了一個讀書的專欄 我寫了一本書 我就說 很多人只記得 這個Makki Valley的一本書 叫做The Prince 君王論 但他同代裏面 有一個比他更厲害的人 寫了一本書 叫做《庭神之道》 《庭神之道》 《庭神之道》 這本書其實在講什麼呢 就是 什麼叫做《舉重若卿》 在講十六世紀的意大利宮廷裏面 你怎樣做人 做一件事 不要讓人覺得你身水身汗 不要讓人覺得你是九牛二虎之力 雖然你很努力 準備了很多 但是你要做出來 是舉重若卿 我就說 從政的人 其實你懂得君王論是不行的 覺得是權術 但是你的姿態不行 你看到張德光 是姿態不行 大哥 四排排在這裏 那一陣紅色的 那一陣涼味 四人文大會堂 最慘就是這樣 劉瀨強弄到那個表演爛了 他暈了還要對著他笑 推出去的時候 張德光就拍手掌 你想一下 簡直是周星馳也想不到 他回望笑的一刻 我覺得是嘻嘻 暈了還要轉面對著他笑 像SM綁著推出去的表演 完全想不到 量其實很簡單 就是一個姿態 我經常說很多人不明白 Georgio Armani 大陸佬是不會流行的 為什麼他要Chanel 要Hermes 要Dior 大大的Logo LV MGM背囊 每個人都認得 這個名字 有這麼浪費 就這麼浪費 但是你偷偷阿Mani 穿出來就黑了 他說淘寶 105元也有 是嗎 叫做 追追阿Mani 人家有什麼分別 所以我覺得 你想一下 這些舉重弱卿 是設計了等於沒有設計的東西 對建制派來說 是完全irrelevant 我覺得 他們是要身水身汗 要青筋暴焰 為什麼呢 不是他們不懂 要拆卸 為什麼呢 不是他們不懂 而是他們老闆不懂 是 當你表現給老闆 就是我們要拿文青 不可以這樣 我們要什麼呢 比如我們的網誌要寫得 人性化一點 是 老闆不明白 是 不知道你說什麼 為什麼你不Defend 一帶一路 你說有個嬰兒子 去哈薩克旅行 遇到吉爾吉斯的姑娘 有什麼關係 是 他不明白 是 是不是 要大大的標題 一帶一路 好 這樣才可以 一帶一路 好好好 現在不是好 是用一帶一路 你想到的 是 那些人的水平是低的 坦白說 連去淫妻 都沒有自信心 是要在群組裡 去Share 六號好 七號好 二十號好 二十號好 二十號唱得 二十九號飲得 是要這樣 即是連去淫妻 都沒有質素 是 你想想可想而知 你叫他們搞形象工程 你叫他們搞藝術管理 你叫他們搞龍獅節 你叫他們搞區議會的公共藝術 他就是搞深圳燒鴨出來 是 深圳燒鵝變成深圳燒鴨 是 深水寶那塊 電路板 深水寶拍了一個八十年代的電路板 現在都不知道是什麼 我看這些公仔說是電路板 不是 是嗎 彎仔就是搞金龍 坦白說這些就是 說到最後 政治就是一種文化的品味 品味的問題 你看蔡英文 那個就職的紀念郵票 兩個Pixel公仔 政府總統 認不出他的樣子 Pixel公仔一格一格 人家就是要這種 taste 這種 taste 你問共產黨有沒有 so sorry 沒有 為什麼 因為你眼中沒有人民 你幼的話 慢慢會提升 因為你眼中只有領導人 領導人只有什麼 歌功仲德 一個字 雞 但是我想聽到你也想硬起上來的拳頭 拳頭是 是嗎 你想想聽到這些名字 一個大媽的樣子叫林林 是嗎 你聽到拳頭也硬起上來 是 是 最終就是這個 我覺得沒多說 你說要香港人心回歸 除非你的政治文明的水平進化到 蔡英文的水平 是 但是你想想民進黨由鑰 由陳水扁青根報宴 每次說話都騙在拳頭 是 到最後這次走到蔡英文中間經過幾多年 是 是 幾多次選舉 換了幾多人 你看雷秀年去哪裡 是 你看蘇貞昌去哪裡 謝祥廷去哪裡 是 這些四大天王去哪裡 是 最後才推出蔡英文 你想想想 如果沒有這個制度 沒有這種民選 去淘汰的話 你永遠都是溫室培育 try my best 沒有面目的 形象工程 最反差最大 我不是說笑工聯會的人 最主要是什麼 因為你本身建制派是沒有面目 面目模糊 面目模糊 沒有性格的人 是 所以你越做形象工程 就越嚴重了 是 如果你有性格 譬如 楊雪瑩 他站出來一說話 就是有一種文青的感覺 就是這麼簡單 既然你沒有的話 你就不要假裝 沒有就沒有 我就靠什麼 我就靠訪頻民婦 我真的做大媽 逐個阿伯過去 握著他的手 握著他的肩膀 捱過去拍照 你做不到 是不是 所以我真的很喜歡 看林林的Facebook 那種海女的感覺 真的沒有 你反覆整個泛民 誰可以這樣扎著頭 穿著一件緊身灰色的上衣 躺在盆賽前面 還有沙灘跟泳客去交談 是 跟早上遊祖水的阿伯交談 是 厲害 楊雪瑩可以嗎 游慧晶可以嗎 是吧 你有啊 去到你都沒有那種感覺 是 沒有那種治癒系的感覺 哈哈哈哈 所以就做回自己 所以我就說 為什麼他會得到其他三個 熟女系列 這個什麼貝德熟女系列不行呢 就是因為他們不是在做自己 嗯 你想想那張盆賽那張照片 我覺得拿來做競選海報 贏硬 哈哈哈哈 是不是 是啊 也有了含意 蛇齋餅種也有了 後面也有勞動人物 是吧 也有野外系列 是吧 就有接近大自然 你當他環保也可以 你說他下基層也可以 是 訪民民府也可以 是吧 尊重農村傳統也可以 是 尊重新界傳統文化也可以 新界原居民權益也可以 是 所以就是這些形象這件事 坦白說 說到最後 就是不懂的就千萬不要搞 是 真的 因為越搞就會越出事 是 因為現在是有互聯網的 嗯 以前你搞出事沒有人知道 是吧 是吧 你幫他收了你的錢就拜拜 嗯 現在出事 你看看 被人剪下了 昨天那張照片 今天那個 唱歌 撐上十六樓 哦 是吧 那段片 還有接下來的群組流出來 即將流出來的照片 你想想 你是不斷重訊 到你參選又再出來 到你下次上京又再出來 即是說你走錯一步 一輩子就玩完了 嗯 真的 即是禁讀那個 不可一 不可再 不可再 其實應該被這個 變成是 紅色141的標誌 哈哈 口號 是 好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大家度過這個 在張德光訪問這麼抑鬱的日子裡 度過了一個很愉快的晚上 我們希望 這個紅色141群組 就不要那麼快解散 是 有更加多的照片流出來 應該也有 我們看到更多的官員 即是在跟內地交流的時候 那種放下政治 然後大家拿心出來 和拿心出來交流的時候 那種的情感 是令人熱淚融光 動容 即是水與交融 水與交融不是說 跟那些表演員 我覺得跟內地官員之間 那種水與交融 其實就是沒得頂的 其實說到最後 你回到內地應酬 其實就是一個字 量 量是什麼呢 其實唱淫旗已經很量 但對他們來說 這些叫做禮貌 你看看 聖翁的人就這樣說 對不對 你想想 如果你跟著建制派一條路從政的話 你不量它不侵你玩 你侵你玩 你就要走這條路 到你走十年二十年 你覺得唱淫旗是理所當然的時候 你就變成這樣 那你想想 建制派裡面 怎麼會有性格的人 這個就是問回曾慶紅 對不對 因為你去培育出來的人才的方式是這樣的 而最終你知道吸納到一班什麼人 一 固惑仔 二 蠢人 兩樣任選 第三種是還有的 以為自己是固惑仔的蠢人 這種就是馮偉光 那時間差不多了 好 希望下星期二的時候 就會有更多紅色141群組上流出來 或者有UGL的調查報告出現 因為已經在放風了 所以下星期花生指數 我猜會進一步上升 是 我覺得會比日元上升的速度更快 真的很滑 很滑 但 UGL這件事是 應該來了 好 好 今集 拜拜 記住上去臨臨的Facebook 你笑什麼 城寨給人的印象就是很多剝牙佬 而我們在城寨裡面 都希望像一幫剝牙佬一樣 專門外面經常說歪理那幫權貴的牙佬 大家在看的是城寨 我是周博言 在這位 newspaper 是在城寨 你的字幕上 job 你會死嗎 有的 在城寨 你會不會動